嗨,大家好,我是窝妈妈,真开心啊,今天由窝妈妈来跟大家讲故事 今天要讲什么故事呢? 哦,这是一个电影的海报 这个海报就是怎样? 偷袭珍珠港 偷袭珍珠港在台湾上映的时候,窝妈妈还在东海大学上班 下班的时候,整个办公室的人就集体就去到电影院 看偷袭珍珠港 哦,那个时候这部影片在台湾怎样?好夯啊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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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要跟你讲电影里面的偷袭珍珠港 我是要讲那个电影的导演演员没有拍下来的 偷袭珍珠港电影背后最美最感人的故事 珍珠港在哪里? 珍珠港在美国的一个州 哪一个州呢? 在夏威夷州 夏威夷州在哪里呢 那我们先从台湾来看起来 台湾在这里 夏威夷州就在这个地方 它是有许多岛组成的 有八个岛 美国的本土在这个地方 所以美国的夏威夷州不在 美国的本土 哇 很多的观光客很喜欢去夏威夷观光 珍珠港在哪里 在这个地方 对这个中文 它就在欧湖岛 你知道吗 夏威夷州 它的州花是什么 它的州花是一个黄胡龙 然后呢 它的旗子 它的州其实是这样 你还看你还看 有没有看到 一横一横一横 一共有八个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这个八个横条就代表着怎样 夏威夷有八个岛组成 这个你有没有觉得很熟悉 这不是英国的国旗吗 代表它曾经是英国的什么 殖民地 到夏威夷去观光 很多人喜欢看怎样 草群舞 看漂亮的女孩子跳 草群舞 年轻人喜欢怎样 去夏威夷冲浪 好刺激 可是有很多的亲子活动 他们呢 需要一个地理的教育 因为在夏威夷有一个什么 哈雷卡拉火山 这是全世界最大的石火山 可是更多的人会去怎样 会去夏威夷火山国家公园里面 你看很多的观光客就在拍这些怎样 火山 哦 这也是火山 我在电视上看怎样 有很多的观光客会租船 走到这边很靠近很靠近 你知道吗 地理老师会告诉你 其实这是全世界最大的火火山 茂纳罗亚火山的一个延伸 哦 你不只坐船 你还可以怎样 坐直升机哦 要买机票哦 然后那坐直升机 然后直升机就带你这样 扑扑扑扑扑扑扑 到那个火山的那个山口 看那个火山 哦 抱起来 扑扑扑扑扑 好紧张 好刺激啊 可是请你记住 电影之前你要先了解 美国的海军是非常强大的 当时美国的国防部把美国的太平洋的舰队集结在珍珠港 这个是什么 这个都是美国的主力舰队 哇 这个是空拍图 这些通通都是美国的国防部部署在怎样 珍珠港的怎样 主力舰队 哇 你看到这要干什么 yes sir 他们是主力舰的指挥官 那个时候啊 日本有的ника 这个日本有一个很惹不起的人 呜 他是谁呀 他是356 他当时是日本联合舰队司令的长官 哇 他在策划一个袭击美军的珍珠港 他非常的厉害 他已经事前怎样研究好了 这个珍珠港它有一个特色 它的水翼是非常的狭窄 然后它大概有500米宽 它的水深大概10到12米 你知道吗 当时他要训练 他们的轰炸机的飞行官要怎么投 日军的鱼雷机要在20米的低空 这样子去轰炸那个阻力舰 他发现就在日本的入俄岛的阴岛 它的水纹 它的地理环境跟怎样珍珠港非常的相似 所以他就把所有最优秀的空军飞行官 全部集中在阴岛里面做训练 这么多的空军 所以他妈真选一个怎样指挥官 这个时候 燕田美金雄呢 他就被征召为第一航空舰队训练的走教官 哇 他有3000小时的飞行经验 他们训练成功之后 他们怎样在节夜市就拍了一个团体照 你知道他们最厉害的不是他们的飞行技术 是他们你肉眼看不见的那些的意志力 这些飞行官怎样他们说怎样我们被训练的怎样 那些飞行官的日本的战机 你知道吗这些密密麻麻的不是苍蝇这些都是日本的什么轰炸机 他们就开始投一人 他们就开始投一人 好大声 哇 好多的美国的海军都还在睡觉 开始起火了 怎么办 好低 一直投 那个时候没有人想到因为因为美国没有事先得到这个情资啊 烟雾尿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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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可是你知道吗 这么坚固的阻力舰 就在356的策划的心地底下 一个一个都这样被击沉了 你知道吗 他们不仅去炸阻力舰 夏威夷有美国的空军基地 他们的战斗机就会到这个空军基地里面去炸 炸的体无玩忽 你知道吗 有个观光客回忆说 如果那天你在珍珠港 你远远望去 整个珍珠港 弥漫着浓浓的烟雾 你知道吗 研究历史人说 第一波的攻击是上了7点55分 他们派的战斗机有不同的形式 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战斗机 可是 不是只有一波 第二波是在早上8点54分 燕田美英雄二度领军偷袭 但是美国的入海空完全招架不住 日本人这个袭击战术成功 可是燕田美雄雄是指挥官 他好特别 他是最后一个离开珍珠港的人 他开着他的战斗机 他低空地绕珍珠港一周 为什么 这是他 他训练出来的飞行员 他是指挥官 这是他的胜利 最后他拍下轰炸后的情形 他就开着他的战斗机 回召了他们日本人 属于356的赤城航空武器 哇 燕田美英雄 打身杖 他凯旋归来 他受到英雄式的欢迎 可是这一天对美国好惨 这是美国最悲惨的一天 这是美国人的什么 此入 你知道吗 多么的惨 按照百科全书 有2403个人死亡 有255人失踪 有1178人受伤 美国的主力舰 叫美国亚利桑纳主力舰 从此沉在太平洋的海地 你知道主力舰代表 一个美国的国土 美国的国土少了一块 这个对美国来讲 是很大的羞辱 隔天12月8号 美国国会授权 罗斯福总统向日本 宣战 那个时候罗斯福总统命令 杜利德将军要成立一个远征日本的轰炸队 有一个美国的年轻人 叫雅各达萨萨 当三本五十六命令 烟田美金雄袭击珍珠港的时候 他那天在他家乡的玉米田工作 他从收音机天上 怎么怎么会这样日本人 敢袭击我们的珍珠港 他非常的爱自己的国家 他决定投效杜利德将军 他要成为杜利德将军旗下的轰炸队员 你知道吗 他们在想什么 美国一直是世界的强权 他对许多国家来讲 他简直就像一个只老虎一样 哇 三本五十六好厉害啊 他敢在老虎嘴上这样拔毛 可是你知道杜利德将军在想什么 你 日本 你有了三本五十六 你很厉害 你像万寿之王一样 但是 我美国 我杜利德将军 我要派蜜蜂 飞到狮子的身上去怎样 叮他 那是1912年的4月18号 杜利德将军派轰炸队 要远征日本 其中一个飞行官就是雅各达萨萨 可是他在轰炸东京的时候 他就被挤落 他就成为了日本的 美国的俘虏 他就关在战俘营里面 足足有四十个月 这很长耶 你知道吗 有三十四个月 他是单独拘禁 什么叫单独拘禁 他看到就是 天花板 地板 墙壁 墙壁 没有人 他关了三十四个月 你知道他在想什么 他的头脑里面 他在想 我要 我要日本人怎样 血战血缓 你知道吗 他关在那个监狱里面 他会听到那个警卫 那个穿靴子 哭哭哭的声音 他每一次 他就在想什么 我对那个日本的守卫 很自如不 我只想用舌露住他的脖子 直到他怎样 断气 雅各达莎莎 在战斧营的信念是什么 就是活着 我就是要报仇 他的仇恨 与日俱正 愤怒的仇恨 充满在他的内心 直到有一天 在战斧营中 传阅一本书 这本书叫做圣经 就改变了他的一生 当他翻开圣经 在读的时候 读到路加福音 二十三章三十四节 有一个故事是 主耶稣被罗马的兵丁 丁死在十字架 在耶稣的两旁 是强盗 圣经记载着 当耶稣要断气的时候 他清楚知道 他在这个世上 他没有犯任何的罪 他跟他的天父上帝祷告说 父啊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晓得 你知道耶稣这个祷告怎样 非常感动了雅各达莎莎 你知道吗 也改变了雅各达莎莎 整个的一生 你知道吗 当美国 在日本的广岛藏起 投下云子炸弹之后 代表第二次世界大战 就快要结束了 直到1915年的8月20号 第二次世界大战真的结束了 雅各达莎莎怎样 他回到美国 他就进到神学院装备 他重返日本 可是不是当飞行官 不是当轰炸队的队员 他成为一个宣教士 你知道吗 他重返日本 他的信念是什么 我活着 我就是要怎样 受爱 雅各达莎莎 把他自己怎样 信主的过程 制作成一个福音单张 那个福音单张的名字说 我是日本的战俘 哦 珍珠港战役 美国惨败对吗 可是接下来的 中途岛战役怎样 美国怎样 胜利了 输的反而是怎样 日本 你知道吗 这个是燕田美金雄 他呆的赤城航空母舰 那一次美国的空军好厉害 他轰炸到怎样 刺成航空母舰怎样 很危机的时候怎样 那个燕田美金雄就跳到太平洋里面去 结果怎样 他竟然怎样 十里逃生 但是他只有受了一点点的伤 结果最后第二次世界大战 日本输了 美国的迈克阿萨将军代表盟军接受日本的什么投降 哇 燕田美金雄 他不是战争的英雄吗 战争怎样 就是他的信仰 杀戮就是他的生活 战争结束了怎样 他怎样代表他的辉煌的事业 也告了怎样一段落 你知道吗 他好像从一个噩梦中醒来 他心里面充满了痛苦跟迷惘 他就在日本的大阪的附近的乡下 他就安顿起来 他住在乡下 他的步调变得很慢 他就欣赏日出 欣赏日弱 他朝夕跟大自然作伴 他听鸟鸣声的时候 他看夕阳的时候 他会在思考 他在想什么 人好像不能完全靠自己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他曾多次十里逃生 为什么 为什么他能够十里逃生呢 到底上天留下我这条命 要做什么 有一天 他在看报纸 看到怎样 日本战俘 或是归国的名单 因为很多的日本的阿兵哥 在东南亚呢 也成为怎样 盟军的父母 他就看这个名单里面 有一个是他自己的朋友 他发现 他的好朋友 要从菲律宾返回日本 所以呢 他就准备去接他 那个日本的好朋友 他的好朋友 曾经是美军的日本战俘 你知道吗 这个时候 他的朋友 就告诉 烟田美军手一件事情 他说啊 我在俘虏营的时候 常常有一个美国少女 就来照料我们日本人 照料我们这个日本的俘虏 那些日本的阿兵哥 就问美国的少女说 你为什么这样做 这个少女就回答他说 二次大战爆发时 我的双亲以宣教生的身份 在菲律宾工作 被日军逮捕之后 这样就以舰队罪名处死 在临终前的三十分钟 他没有为自己做什么 只肯切地为将要处决 他们的日本士兵来祷告 你知道吗 当烟田美军熊听到 他的朋友跟他说 这个故事的时候 他好感动 可是这样 他没有办法理解 为什么 为什么那美国少女的 那个宣教师的爸爸妈妈 要这样子做 要去原谅 那些杀害他的人 还甚至于为他们祷告 他实在是不明白 可是有一天在东京的街头 这两个仇敌 烟田美军熊 跟雅各达莎莎要重逢了 当烟田美军熊 一下火车的时候 就在火车站里面 哦 你知道吗 雅各达莎莎就给他一个这样 他做的福音单章 烟田美军熊一看这个福音单章 哦 写的是雅各达莎莎写的见证 我是日本的战俘 当他看他的见证的时候 他读到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祷告 他忽然就明白了 他就明白了 使耶稣使那美国的少女 用爱心去关心 杀害他妈妈妈妈的仇人 那刹那烟田美军熊 他就掉下了眼泪 他在想 雅各达莎莎这份真平安 不正是我想要的吗 烟田美军熊想到 当年他以爱国之名 杀掉成千上万的人 烟田美军熊深信 他自己也在耶稣的祷告之内 他求主牢恕他 他求主把他从苦涩的震恨中解脱出来 你知道吗 那一刻烟田美军熊的生命开始改变 上帝以爱和怜悯来释放他 你知道在哥林多前书五章十七节是这么说的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就是一国都变成新的了 烟田美军熊怎样 从此怎样 他的生命不一样 他怎么不一样怎样 他就在大阪的街头 在那个大阪的繁忙的街头上 他用麦克风说怎样 我战争的英雄 我自己已经变成怎样 基督徒了 我已经皈依基督了 然后呢 日本的很多的报社的媒体就说什么 战争的信徒 已成为耶稣基督的信徒 好奇妙哦 雅各达沙沙跟烟田美金熊 最后他们重逢是在一个电台里面 他们两个人握手 战争上的敌人终于成了朋友 见证了主护活的什么大能 这张照片你只是这样子看 可是中台神学院有一个院长 我在他的教会讲这个故事的时候 他告诉我 我妈妈 那天我就在电台里面 我就在这个位置上 烟田美金熊跟雅各达沙沙 他们不只握手 而且他们的手握得紧紧的 而且握了好久好久 他们用圣经代替了什么 炸弹 你知道吗 烟田美金熊重返珍珠港 你还记得吗 偷袭珍珠港的时候 日军把亚利桑那号的航空母舰 击沉在海底 美国人很了不起哦 他们就盖了一个模仿的亚利桑那主力舰 而且呢 这样子就怎样 他们就浮在那个太平洋上 代表怎样 亚利桑那号怎样 主力舰是没有沉下去的 你知道吗 那个时候亚利桑那纪念馆的时候 成立的时候烟田美金熊重返了这个地方 那是珍珠港预袭的第25周年纪念 有没有觉得很了不起 他是指挥官 他重返战地 你还记得吗 他轰炸两次 最后一次他低空巡逻珍珠港 拍下珍珍珠港被日军轰炸的惨障 可是你有没有想到 玉璽的25周年 他重返珍珠港 他去请求这些被伤害的人 原谅他在半世纪之前 因为道德的无知而犯下的错误 你知道错了 而且你要去弥补这个错误 你不是嘴巴说说你是付诸行动 他真的做到了 因为很多的美军 他们是在十里逃生 他们活下来 他们把这些说给很多人听 他们见证了 燕田美金熊真正的悔改 马朝卑微的耶稣 让战争英雄找到了真平安 你知道吗 他的后半生直到1976年的5月3号 盟主恩召 他呢 就是在美国跟日本各地做见证 所以燕田美金熊安息主怀已经45年了 有一年我带着这个故事 我到东市去分享 里头有一个是退伍军人 他告诉我 汪妈妈 燕田美金熊曾经来到台湾 他就是在燕田美金熊在台湾的步道场合 他决志行动 我才知道说 哇 怎么这个都没有人报道 燕田美金熊来过台湾传福音 你知道吗 战后日本的首相邀请燕田美金熊出任参谋总长 可是燕田美金熊 谁啊 say no 原来在燕田美金熊 他觉得那些的参谋总长的那些光位 那些被人崇拜的一种虚荣 不是他想要的 他要的是真平安 他想默默的在世界各地把耶稣的福音传开 二十多年前 汪妈妈在宝贝班讲这个故事 给孩子们听 我从来没有想到燕田美金熊的故事 撞击最大的人就是我自己 十六年前 那是2005年 我在东海大学的职场 我已经工作了21年 就在2005年 我递出池城 你知道吗 我为什么要递出池城 我想成为一个自由的传道人 我想 我想像燕田美金熊 到世界各地 去把耶稣的福音传出去 可是当我要离开东海大学的时候 我的爸爸妈妈怎样 是反对的 他们说你要say no 因为你应该在做四年 二十五年你就退休 你可以领到退休金 你知道 我学燕田美金熊 我跟世界say no 我跟上帝说什么 yes 哇 燕田美金熊 对汪妈妈的帮助好大好大 今年我们的特尔清之福音音 我们如我伴 就是第十七届 因为台湾的疫情三级警戒 我们就取消了 取消对很多人来讲 哦 不是很好吗 我们不是更轻松吗 就在这个礼拜 20到22号 我们办了特尔福音 线上分享会 你知道吗 我们没有想到 我们怎样 竟然额满呢 我们有来自马来西亚 有来自香港 还有英国 还有新加坡的 这是昨天 我们拍下来的大合照 我们每一场 至少有180人 到214人 在线上收看 如果你已经退休了 你还需要那么辛苦吗 哦 疫情是你没有办法控制的 不是我不办特尔清之福音音 因为疫情我们不能办 可是疫情没有办法阻挡 我们想把福音传到特尔的家庭 我们没有想到 上帝给我们开的更大的事业 扩张了我们的什么 胸襟 让我们跟马来西亚的弟兄姐妹 跟香港的 我们一起在思考 怎么样把耶稣的爱 传进特尔的家庭里面 你的人生有转折吗 烟田美金雄有转折 他的转折是什么 他意见的爱 而且是神的爱 神的爱不是小溪小流 而是怎样 而是一个源头 而是一个活水的源头 你能够饶恕 那些伤害你的人吗 你能够付出行动 去祈求别人的原谅吗 烟田美金雄做到了 我永远不会忘记 他重返珍珠港 他重返 不是去看他战争 他的英雄事情 而是带着悔改的心 请求大家原谅他 因为道德的无知 而犯下的错误 他的生命有很大的改变 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 是这么说的 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 若有人在基督里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他就是新造的人 就是已过 就是已过 都变成新的了 都变成新的了 你知道吗 信耶稣 信耶稣不是你 从此你的 整个的人生就一帆丰盛 信耶稣是因为 你会有新的生命 新的眼光 新的力量 那个力量不是靠你的拳头 而是靠你里面 有耶稣住在你的里面 你有一个刚强 有一个忍耐 有一个永不放弃的力量 你甚至于 你可以活着不再是我 乃是耶稣在我里面 你可以记住 烟田美金熊的吗 他跟詹姆总长 在植物说 No 他听到耶稣的福导 他跟他说什么 就耶稣 Yes 你可以吗 我曾经学烟田美金熊 跟世界说 No 跟耶稣的福导 怎么说 Yes 我希望 烟田美金熊的故事 可以住在你的心里 常常学会 顺服主耶稣 我们一起低头而来 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现在请你 让我有机会 重新再讲 烟田美金熊的故事 绝数偷袭 真主感 是一个名片 可是名片背后 最美丽 最感人的故事 我把它讲出来 我讲得很有限 我希望 有人接我的棒子 继续在他的亲朋好友 在他的下一代里面 传讲烟田美金熊的故事 让我们知道 人生的最后一切 都是这样 都是迷惘 唯有你被上帝使用 你成为一个祝福的出口 你才能够得到 真正的平安 谢谢雅各达莎莎 你创造了他 你让他能够跟烟田美金熊相遇 绝数谢谢你 这两个弟兄的生命 我真是感动啊 愿我将来能够追随他们的脚步 也成为跟他们一样 是跟随耶稣脚中的人 还是如此的祷告 交托 乃是靠耶稣基督的圣明权 阿们 小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